关于霍氏一族,我们知道的最多的,想必就是霍氏病这个名字了,他在战场上的勇猛以及他的传奇经历,也在如今的影视剧中有了各种各样的演绎,也是在他这段时期,霍氏一族的兴起达到一个顶峰,霍氏病本人也是各种关系加深,舅舅是当朝驸马未清, 姨母是皇后卫子夫,加上自己战功累累,霍氏家族自然也沾光,霍氏病同服姨母的弟弟霍光更是深得汉武帝的信任,被围以保护皇帝的重任,霍氏病作战经验丰富,很能打仗,在与匈奴的对战中次次胜利,把以野蛮著称的匈奴兵杀得狼狈不堪,为大汉开疆拓土立下了汉马功劳,可是天度英才,霍氏病年仅24岁就去世了, 他的儿子也没能活下来,早早夭折,霍氏病也没有留下后代,武帝临终前把太子托付给霍光,并赐给他无上尊荣,霍光也因此在政治上获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利, 汉昭帝时期,几乎所有的朝廷政务都是霍光说了算,皇帝对他也十分信任,后汉昭帝驾崩,由于他没有子嗣,霍光又推举刘鹤,但是刘鹤实在是太不像话了,霍光又立刘病已当皇帝,可以说皇帝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他手里,后他的女儿又当上了皇后,可以说他完全把握朝廷命脉, 比皇帝还厉害,在他死之前,霍氏家族依然是最有势力的家族,但是,仅仅三年的时间,霍氏家族就被消灭了,俗话说数大招锋,霍氏家族的人仗着霍光的权势,数次侵染皇权,而霍光数次包庇家族成员,也因此助长了家族人的嚣张气焰,最终被诛灭全族,我们来看看,霍家人都做了什么侵害皇权的事情, 第一,霍光的权力太大了,而且他专权的时间也很长,朝廷之中几乎全部都是他的爪牙,试想,皇帝坐在大堂之上,看着所有人为霍光马首是瞻,他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,他肯定也想削弱霍家的势力,第二,霍光的妻子太过狠毒,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,杀死了皇帝的结发妻子,霍光得知,本想告发,却害怕霍氏家族受到连累, 皇帝与结发妻是贫贱夫妻,感情深厚,自然对霍家有想法,但他不能表现出来,心里肯定在默默积蓄力量,第三,霍家对皇家没有一点尊重,尤其是霍光死后,霍家人更加嚣张,敛财的敛财,做出了许多违背人伦的事情,还有在朝为官的竟然出去游玩,让家奴代替自己,如此放肆自然会引起重禄,这么多人想让他们死, 他们现在死不了,但也不远了 第四,在霍光去世后,皇帝开始逐渐掌握一些权力,暗地里开始削弱霍家人的权势,霍家人察觉到感觉到恐慌,竟然想着谋反要霍家人做皇帝 他们之前干了太多惹人怨的事,阴谋败露,人们还正愁没有把柄处分他们呢,这下,他们把自己短处送上去了,按照律法,霍家人全部被处死 霍家就这样被灭族了,究其原因,还是他们自己太过张狂,要知道,越嘚瑟的人死得越快 想想他们最后竟然不把皇权放在眼里,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,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就算了 还妄想叛乱谋反,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,一旦被抓住把柄,必然会一次打死,霍家也是这样被灭族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